政府今年4月将养老金从原来的1700元加到2000元 但每月拿着这2000元过生活 市民都觉得远远未够 不少市民都愿意为了将来增加社保公款比例 我认为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都是现在做人工 我都认为没问题的 因为每一个人付出少少 可以帮助很多老人家 因为你百物行贵 政府又加点我们又加点 那就正常了 我们都会老的 我们都要社会帮助的 对于有议员建议养老金 应该跟最低卫生指数看齐 每月发放3200元 而特首崔士安重申 重视挨老工作 但养老金能否在家 还要再做详细研究 明年我相信社会协调上次委员会 在整个政策里面 他会研究这一块 也都包括在精算里面 如果我们平衡了的话 我们的支出要多少 也都牵涉到将来住资要多少 崔山强调除了养老金 政府也会从住屋 医疗和社区支援等方面 做好安劳工作 欧阳卫视澳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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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